经过一晚的抗争之后 今天上午8点左右 反复冒了学生自治会代表 回到立法院举行记者会 谴责警方的暴力行为 并且呼吁各界学生加入 用实际的罢课行动来响应 另外一方面 教育部长江维宁十点也立刻出面回应 强调前一晚在行政院的抗争 已经违背了一开始的诉求 要求学生尽快返回校园 也警告各校老师不可以任意停课 否则将会追究行政责任 他不要错了 我们还要让他知道 学生不会害怕 不会害怕他的暴力行为 不会害怕他这样对待我们 站出来大声呼吁 全国学生一起来罢课 学生有自主的受教权 那我们的自主罢课 也是跟我们全所的受课老师 有先协调过 然后我们才下了这个决定 希望校方可以 就是提亮我们这样子的决定 经过整晚群众在行政院 激烈抗议遭到警方用警棍水柱 强势镇压后 全国大专院校学生代表 上午回到堡垒 立法院举行记者会强调 整件事情会演变成这样 都是政府不愿倾听诉求 一手造成的 呼吁学生们站出来 用最实际的罢课行动来表达不满 截至上午8点 全国总计有28所大专院校 戏学会学生会加入联署 以个人名义响应行动的高达1400多人 还在持续增加中 眼见罢课风暴越演越烈 教育部长江伟宁也赶紧出面回应 活动发展至今 以严重思绪 背离学生热情参与的初衷 请各位同学能够冷静思考 居严守行政中立 如因停课侵害学生之受教权益 需依法负起行政责任 部长强调各校甚至罢课或停课的结果 已经严重影响学生受教权 而如果老师和学生说好 有秩序到现场开课 他没有意见 但还是呼吁这群青年 不要让满腔热血过了头 做出傻事 UDTV林华吴登丽 台北报道